桌迷藏新地图试玩 这边的话桌迷藏玩法进行了最新的调整 然后我就透支这边新增了风雨跟震魂伞 然后之前的一个深渊之处的话 变成了默认鞋带 我们这边携带那个新出的风雨吧 这个模式的话最好就是 监管者两个一起捉会好一点 这边的话往前挺远的 应该在前面这个位置附近 在这边可以放一个那个什么东西 放呀 哦 哦买了个那个灵皮啊 新出的技能 哦这么快求生者就可以买了吗 可以啊我们跟上队友好吧 不过队友跑得太快了 我们跟上他打一下配合 另外这个地图的话他亮度还不错 地图亮度还不错 显示他上面 应该在附近 找一下是哪里 找一下 哦哦哦 好 好 秒了 逃转可以 爆点的话是在那边 我们去找一下 有脚印 我们先放一下狗子 这话是不是掉了 我们看一下 拉走了 拉走了 我们把这个封印往前丢 然后排一下吧 诶 是个儿子啊 是个娃娃 还有两分钟时间 还有三个人 等队友的狗子 还是在前边 哦 在这儿 哦 这道具还挺 还挺屌的 我记得变成垃圾桶了 好 nice 往前面走吧 还剩两分钟两个人 诶 看到 看到了 好 先让他那个 打断他的变身 哦 卧槽 这个道具有点屌 不过我看到椅子了 看到椅子了 还行 哇 这灵体 三秒钟的武器 使用一下道具 哦 在这里 哈哈哈 往前面走吧 嗯 这个热恋神应该会拉点的 我们来找一下 看下队友的狗子 往前指 看下队友的狗子 我们这边也再放一个 然后两点一线 哦 这个儿子 嗯 是个娃娃 诶 娃爆点了 还行 封印一丢 让他跳不起来 看到脚印了 应该是这个 好 nice 我感觉 如果求生者再稍微会晚一点 这种大图的话 监管者还是比较劣势的 这把我们用震魂闪 然后这把的话我们用那个震魂闪吧 开局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丢 我先跟队友打一下配合吧 哦 队友挺屌的 我去 他们这个道具挺恶心的 求生者 这个什么新辅助特质 叫做迷雾 这个迷雾 挺干扰视野的 我们跟上队友一起判断吧 包抄 纸上面在上边在这里 这个迷雾还挺恶心的 我去 银片这么快就有了 震魂闪的话是这种效果 最远的话是这个呃这么这么个距离 然后冷却时间 然后冷却时间 五十多秒 五十多秒 这样地图很大 我感觉求生者要是打对角线的话 完全没有一点优势啊 真的 皮奔波 只要求生者稍微会晚一点 监管者 单就 那个 跑来跑去 就 需要花不少时间 啊 有人在吹个手上是什么鬼 好像是 这两个还是 这把还是 还是 求生者 比较不会玩的 这把还是偏不太会玩的 魔术棒 他为什么不用魔术棒 这把主要是求生者 还不太会玩啊 我感觉那种大头 求生者要是 跑对角线 这监管者跑来跑去 无辜 就要花不少时间了 我觉得还是 求生者比较占优势的 哎 是个儿子啊 哎 有 有迷雾哎 求生者应该在附件 你 拉走了 我看到 是个路灯 哎 小马 哈哈哈哈 哼 这把求生不太会 是个路灯 是个路灯的 是个路灯 是个路灯的 是个路灯的